大家好,歡迎收看樓市事件,我是主持人Cary 今集請來C先生和我們回顧2021和展望2022年的樓市走勢 C先生,你好 我們先說回CCL,最新收報184.55點 按週跌了0.83% 計算,全年升幅大約只有4.5% C先生年初,曾經預測過,全年升幅有可能達到15% 現在的走勢,會否令你跌眼鏡 其實年初,我也有說過兩件事 第一件事,人類對於未來的觀察、判斷能力 其實是很弱的 你問到,我給你一個數字 世界充滿或然性 所以,不到自己的預期,無論是猜測低了或猜測低了 都是正常的現象 另一方面,從方向性來說 我提示是價值,所以我認為是升幅高 所以,趨勢性對於表現是相估的 幅度上,是會猜錯的 有時候趨勢性的判斷,屬於更重要的判斷 另外一方面,我看估計15% 我也提醒受眾,為何要估計15% 目的就是帶出訊息,今年升的機會較大 市場人士問市場上升多少,跌多少 都是10%之內的估計 所以我估計超過10%,去帶出會升的訊息 主要不是說升多少,而是升的機率較高 所以嚴格來說,當然是不到,還欠缺 但方向上是正確的 另一個,實際上今年出現了很多事前預計不到的東西 例如馬雲,本來是看成中國最成功的企業家 現在好像捱了很多棍子 被批評壟斷 包括股市的升值 甚至造成個別人士的特殊富裕 甚至支配資源的能力提升 實際上造成嚴重的貧富懸殊 因為有一部份人,透過金融體系的估值方法 身家是大增數以百倍計算 這個世界的財富有限 有些人的支配能力高了 普通老百姓的得益便少了 貧富懸殊,是嚴重了 現在中國政府,都希望得到港大老百姓的支持 特別貧富懸殊的人,會受到一定的制約 這些情況,對商場都有一定的影響 這些都是年初看不到的 另外,對於做補責、教培事業的政策的收緊 對房地產的三條紅線的收緊 有一些大型房企,都出現債務危機 這些都是令市場受到很大的衝擊 你說樓市受到的衝擊 相對於股市來說,算是好很多 樓市的捱打能力,是很強的 股市高峰期,32,000點跌下來 23,000點跌破過,只剩下22,000點 跌了差不多1,000點 接近三分之一,但樓市仍在高位增持 有一段時間,還創了歷史性的新高 除了價格創新高之外 今年的總交投量 差不多近七、八年的高位 即是成交量大增 如果說金額 今年的成交金額 是九七的歷史高位,還要高 所以說今年的樓市是否很差 相對其他的資產 2021年,香港的投資者 大部份都損失慘重 尤其在股市開得多,都損失慘重 股市又跌了 以前有些人買高息債券,還拿去銀行 按借回來再買多些 遇到內房債出事 損失慘重 股市又損失,債市又損失 買黃金,今年都是跌的 唯一是樓價升得少 老老實實,是升得少 為何這樣說呢 如果你比起全世界 由於世界各地都QE 樓市是周圍都升 因為我們公司都有做一些海外物業 亦都有做一些海外學生宿舍的投資基金 我聽說,他們都有10-20%升幅 所以樓價升得少 這就是今年的情況 因為整個中國內部的政策 投資市場的大環境 都對投資者是不利的 在香港和中國的範圍 樓價沒有我預期升得那麼多 看來今年樓價還可以升 拿著磚頭保值 你如何預測2022年的走勢 可變因素仍然相當多 因為中美的磨擦 大家都在考慮 美國究竟是 之前那些措施出了 貿易戰、關稅 來到這一刻 他選擇 停止休養 或繼續施壓 都會有不同的結果 眼前我看來 緩和的機會會比較多 因為美國的官員也有說 通貨膨脹這麼嚴重 還收這麼高關稅 令到價格物升得更加快 以及現在疫情下 有碼頭、船旗 很多受影響 供應已經少了 你還要去作這個限制 所以有些人覺得 有部分關稅 應該可以撤銷 當然也有些是鷹派 覺得還要限制 好像最近 有間公司在香港上市 叫什麼 都停了 最後再做人面識別 做人工資 雙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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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只是一間 初初說有幾間 很多名字列出來 最後沒有公佈 看看內部想加劇、緊張、施壓的人多 想緩和一下的人多 如果緩和一下 可能香港的情況會好一點 投資市場會好一點 如果還是步步進逼 那就緊張一點 這是一個變數 另外疫情也是一個變數 能否開關呢 可能是內地的錢 內地的客戶有機會下來 最近收押比較大的是豪宅 一千萬以下市場仍然很有支持力 所以如果開關之後 另一邊都有一堆新的購買力 又是來到 市場就會好一點 這個變數 甚至十二月、一月就開關 現在Omicron 有一個人衝過來 最近香港都出現一些本地的人全人 有些擔心農曆年後 會第五波大爆發 可能通關又被押後 這些也是一個會影響的事 另外就是香港的經濟 今年基本上有些人工加 消費力都不錯 如果純粹看聖誕節 很多食肆都爆發 我走過一些商場 雖然少了大陸客 但本地人也有很多 我那段時間想去買一些東西 我最後都怕了 我都不想等那麼久 遲些才買 本地的內需似乎變好了 那些人不能出外面花錢 就在香港花錢 氣氛就算不錯 我意思是有一定的變數 但譬如我們自己做這行業 我們就處境差一點 主要是大陸那些 發展商用了我們的服務 一直都沒有找收 現在他們還出現財政困難 變成我們之前的賬面利潤 都可能現在要做壞賬的準備 變成你之前的付出 可能付諸流水 所以變成我今天的狀況 情緒相對低落 低落的時候 可能預計會悲觀一點 看看大家自己如何觀察 什麼時候都不能靠一兩個專家 去決定市場如何行動 市場經常都是遵照多數人的取捨 不是遵照專家的取捨 你是不是自己都可能會比較保守 以及悲觀一點 會不會有一個實際一點的預測 如果你們經常都想要有一個數字 多少 多少個百分比你都說一下 你不可以說得那麼模糊 所以我一樣提醒你這些不准的 你相信 我自己估計,今年升跌的幅度 都是比較狹窄 在高位會繼續徘徊 主要原因是 我覺得市場的基礎仍然相對鞏固 所以不容易一下子出現拆水 下跌 因為之前很多都是壞消息 在壞消息之下 樓市都站得好穩 表示它其實是承受得起壓力 另一方面就是 香港的供應 仍然沒有辦法增加 在施政報告 政府雖然有很多 雲偉的計劃 好像在新界北部 新的大都會專做創新科技 會動用的土地 大到有300平方公里 香港總共都是1100平方公里 300平方公里 差不多等於三成 香港現在已經開發的土地 所以供應會增加 但是似乎不是立刻 可以生效 照政府估計 未來的10年 資助房屋有13萬個單位 這個有所增加 差不多每年有33,000 而私人住宅10年 只有10萬個 每年只有1萬個 1萬個比現在更少 當然這1萬個還未包 農地改用圖 或者地鐵上蓋的供應 但是我估計 如果現在的情況 每年都是1萬多個 2萬個都充不過 都是儲於一個相對少的供應量 相對少的供應量發展商 就不用就普通人的購買力 就就最最高的那些人的購買力 已經夠了 所以樓價不容易跌下來 在供不應求的環境下 看政府的政策 會優先處理基層的需要 即33,000一年的公屋、居屋 就可以令基層有希望 遲些會更多供應 在這種情況下 沒有迫切需要壓低的私人市場 因為政府的收入仍然依賴地產方面 前一輪政府派錢 大家都說沒有了 派了 公佈賣地收入、保地價收入 增長也不錯 破紀錄的 如果沒有賣地收入 好像有一個時期 97後 公務員也要減薪 縱援也要減薪 醫療也要減薪 所以政府都不敢 一下子對私人市場 進行太大打擊 所以我認為私人樓價 維持在現水平 會好一點 如果跌下來 整個經濟都會受拖累 香港人的資產蒸發了 消費意欲會下降 再投資能力也會減弱 這是對香港不利的 所以政府想見到的情況 應該不是樓價下跌 而是收入上升 經濟好,收入增加 皆大歡喜 你覺得上落的幅度大約是多少 我認為上落的幅度 都是5%左右 亦都不具備太多的上升空間 樓市不動產 最好經濟、政治都好的情況下 隨著購買力上升而上升 在下跌頂上去 最好 你靠少數富有的人 成交一兩個高價去扯起 下跌的人就追得很辛苦 現在就是 其他人的收入不增加 你是扯不起來 雖然間中有一兩個豪宅成交 有十幾萬一呎 對普通人來說 天荒夜譚 都不關我事 所以 再扯不起來 希望下跌收入增加 經濟好,頂上去 剛才說樓市不動產 受政治影響比較大 現在 我一開始都說了 中美磨擦 香港很多時候在磨身 買物業的人 就不想在這樣的情況下 作太多投資 所以這方面也有壓抑作用 看來出現樓市 都可能比較難去磨清 今集就多謝詩生跟我們談到這裏 下集樓市事件再見 對方的確認 我們可以在這裡 看來出現樓市 在這裡 看來出現樓市 就不想在這裡 看來出現樓市 我們可以在這裡 看來出現樓市 感谢观看